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10號 本來呢,我是不想說這個那個 關於阿里巴巴有女員工被強姦這個事情 但最近有好多朋友跟我聊這個事情 就是說,就說彼此也聊到說 定位有不同的觀點 然後呢,我就發起視頻跟大家聊聊這個 關於阿里一個女員工 就說被強制安排出差 然後呢,她的直屬領導呢 有那個直屬領導 然後那個要求她陪商家喝酒 然後呢,又遭到猥褻了 然後她的直屬領導竟然有強姦行為 這樣一個事情 我覺得最讓人氣,為什麼大家會廣泛討論這個事情 我覺得最讓人氣憤的是因為 就是這個女員工像她的HR 像她的業務領導反應都沒有結果 然後以至於逼到說她自己 就現在這個社會在阿里這樣的大企業裡 阿里一直以為 一直就是我們普通人的心目中 覺得阿里就是這個互聯網行業的一個行業標竿 然後她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來管這個事情 一直以至於這個女孩子自己就是要前往食堂發傳單來維權 直到說過了這個事情過了大概有十天左右 然後那個事情一直傳到她那個董事局主席 然後她CEO張勇那裡 然後在張勇的這個壓力下 然後那個阿里才做出了一個 才做出了一個那個 迅速的一個 算了一個處理吧 其實說處理呢也就是她那個 事業大權的那個 副總裁 研究辭職 HRG就是一個人事專員 研究辭職 然後給這個女孩子這個假期 然後就達成這個女孩子的訴求 然後這個事情就這麼一個事情 然後經歷了十天 前前後後這個女生也有報警 然後呢 又自己親自到杭州總部 跟她那個直接領導 還有人事部的相關部門進行反應 然後一直逼到她說她自己沒有辦法了 然後她到食堂裡發傳單 然後再沒有辦法了 然後她去那個 她去那個在公司內部的網 內網上發帖 這樣才 我覺得這個維權過程相當的 已經相當的艱難了 如果沒有 就是如果沒有網絡輿論這個壓力 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 這個女士的這個 這個權益 正當的權益 就得不到維護 就是她這個上司這個 上司取一的這個行為 是不是根本就得不到懲罰 得不到懲戒這樣 阿里巴巴還是一個 那個一個就是 被公認為注重員工關懷的一個公司 畢竟馬雲馬雲老師說 我們的客戶第一 員工第二 股東第三 然後呢 馬雲還在那個公司的紀念日上 親切為大家主持集體婚禮 之後呢 就就開始就網上就開始說那個 阿里六千人組成了一個那個什麼 勇敢扭扭的丁丁群 就是他們自己內部用的一個 溝通軟件做的一個群 就來幫助這個 幫助這個幫助這個女生 這個女生的話呢 那這裡也有文件 就說這個女生的話呢 她也是 人家也是那個 嗯 是已經已婚的 然後是剛去阿里不久 然後她說呢 她當天晚上被被以工作的名義勸久 讓人不敢拒絕 不能拒絕 她說這裡不敢拒絕 不能拒絕 如果你深就是你 你有稍微了解一些阿里的文化呢 你會知道說 她的直接經理 有權利說來來勸退 勸退她的職工 就勸退她下屬 或者說來讓她下屬下屬 所以她如果她那個 她在她直接領導面前 確實也不能拒絕 如果她在剛 她是剛那個 剛入職的 我想大家如果大家工作 參加我工作肯定也會知道 說你剛入職的時候 一般你就很難拒絕說你老闆 讓你讓你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當時候拒絕 你以後很擔心說 我剛來不久 我是不是可能就會被辭退 或者說根本就過不了試用期這樣子 這個又這個 就是她這個擔心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然後呢 她酒桌上她的她的那個 她的客戶就是 濟南華聯的一位男員工 張國 對其進行親摸等 猥褻動作 根據監控 她看到自己醉酒時 被帶到另一個無人包廂 那此時作為她的直接領導 就是她 她 哪怕是一個陌生人 看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也有義務來阻止 阻止這個 這個 這個男的 這個男的張國 就是她客人 來那個 來侵犯她的那個 來侵犯她的那個 來侵犯她這個女同事吧 說一下我自己的自己的親身經歷 我們公司現在在這裡上班 我的老闆是個 我的老闆是個女的 然後我的大老闆也是個女的 一旦我們部門跟別的部門之間有衝突的話 我的老闆 我的老闆很多時候是在為我們據理力爭 就是來保護我們 所以她這個 所以她說 就說她 她被她老闆勸咎 勸咎然後還被她客人猥褻 她客戶猥褻 然後她老闆沒有保護她 這行為我非常非常不能理解 济南華連超市呢 就是說這個張國已經被撕退了 理由是未能遵守員工形象規範 因不當行為險產生極快影響 損害了企業形象 這個新月就是她自己說的 她整個過程中呢 她的領導並沒有制止張國對她的行為 然後呢在她的那個醉酒失去意識之後呢 她這個領導一個那個 就是济南華連的一個女同事 幫她扶到一間房間 酒店的一個房間 第二天早上是7月28號 7月28號這個新月就發現自己赤裸醒來 然後內褲一失 發現有被拆過封過的 拆封過的那個避孕套包裝 然後她第一時間肯定就意識到 什麼就是可能自己被性侵了 所以她就第一時間報警 然後那個在警察協助下 她查看監控 確認她說這個 就是她的領導王成文 她的畫畫名叫取義 然後進入了這個房間的事實 我們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她阿里的文化 如果你在一個外企工作的話 一般情況下你都會取英文名字 一般情況下你除了你自己的中文名 真實的名字 也會取英文名字 然後阿里的文化就是你可以取一個花名 比如說你叫逍遙子 你叫什麼阿甘這樣子 所以這裡她的花名叫取義 然後她的真實的名字叫王成文 然後呢 新月描述說在警方24小時拘留審問中 原本在和新月的電話中承認有過 有過親密行為的王成文 稱一切都是女方主動 但是問題就來了呀 女方主動在法律上 如果你就是熟悉相關法律的話 你會知道人在醉酒情況下 她是沒有沒有性同義的這個權利 她可能沒有這個行為的 她的訴求一直沒有得到答覆 然後同程事務群裡跟自己的領導溝通 接著阿里承諾說是三天後給出處理結果 但到了8月5號 她得到了一個讓她感到無語且可笑的回覆 就是說阿里回覆她了 說考慮到她的名聲 不對王成文做出開除決定 然後阿里在其9日對內公布的最新調查中提到說 在新月舉報的第二天 也就是8月3號 事情是在7月27號發生的 現在已經8月3號了 8月3號 HRG和E級主管發現王成文對事實的陳述 和新月描述的完全不同 那天晚上同城零售事業群總裁 就是他們的那個副總裁 李永和也窒息了事件 但並沒有主動過問和參與處理 就說他這個 他是大老闆 大老闆他知道了這個事情 但他沒有過問也沒有處理 然後當晚這些管理層 HR們的一個重大判問時 他們決定等待 警方的調查結果 並沒有第一時間對王成文停止處理 所以就說他們還在等待 他們就想著說 可能這個女同事在撒謊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 就是正常人該有的邏輯 為什麼一個人會拿自己的這樣的名聲 然後往自己身上破糞呢 不可思議 然後他們在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 然後呢我看到了很多報道 就是很多阿里員工 對這個事情很氣憤 他們有的覺得這是起始大 就是匪夷所思 然後呢大家都在想 我為這個公司工作了這麼多年 就這個地方 還是不是值得我留戀的地方 因為出了這樣的事情 沒有人處理 然後同時呢我看到有些觀點 他在那個也在反思這件事情 就說這個新月 就不太可能就是這個阿里25萬中 唯一遇到問題的這個 更多人在更多的邪流 有個類似的遭遇 他們可能只是沒有站出來 或者說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 然後阿里呢 對這件事情的處理呢 也不只是說 不只是說關乎阿里 然後要求要求女員工陪酒 說婚段子的破冰行為 這裡就提到說阿里的一個那個 破冰行動 破冰行動 他們其中其中有些 網上有好多好多帖子 在吐槽這個事情 就你新員工第一次來 可能要求你兩個 兩個員工有非常親密的行為 來破冰 如果你 如果你那個不達到要求的話 可能那個一個問題 讓你喝八瓶啤酒 例如此類的 但這些行為呢 在我們中國今天的商業環境下 也談不上海賤 其實我個人到 我也在中國工作過一段時間 但是我並沒有感覺到就是 很多的酒桌文化呀 或者怎麼樣 然後我們也陪過客人去吃過 吃飯 就是簡簡單單的吃飯 然後聊一些那個 訂單上的問題而已 也沒有說啊 你那個 就是要勸酒啊喝酒 這裡我們有必要 有必要看一下那個 阿里的這個價值觀3.0啊 他叫那個新六賣神劍 他是說 是從2019年生效到至今 都居然有效 他說客戶第一 員工第二 股東第三 因為信任 所以簡單 唯一不變的是變化 今天最好的表現 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此時此刻 非我莫屬 認真生活 快樂工作 聽起來是很好的 對不對 聽起來就是啊 我員工第二 我把我客戶放在第一位 我員工放在第二位 但通過這個事情是真的嗎 尤其是這些那個 級別比較低的 新入職的這些員工 是真的嗎 可能這樣會就會讓大家想起 聯想起那個 前段時間 就是上年他們發生的那個 有那個阿里的員工 就是啊 在內部月餅搶購 月餅搶購會上 然後自己寫了軟件 多連幾個月餅 就被辞退了 同時 是不是大家也想起來 那個 就是他的阿里的那個 阿里的那個高管 蒋帆 就是阿里的合夥人蒋帆 他的私生活事件 他跟那個張大義的那些事件 最後怎麼處理呢 蒋帆也就是 也就是從那個 不是阿里合夥人了 然後降一級 並沒有說得到 雖然大家那個 雖然大家一直在討伐他們 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那個 應有大家想到的那些 懲罰或者處分啊 這裡我們有必要 有必要看一下那個 阿里的這個 價值觀3.0啊 他叫那個 新六脈神劍 他是說 是從2019年生效到至今 都居然有效 他說客戶第一 員工第二 股東第三 因為信任 所以簡單 唯一不變的是變化 今天最好的表現 是明天最低的要求 此時此刻 非我莫屬 認真生活 快樂工作 聽起來是很好的 對不對 聽起來就是阿 我員工第二 我把我客戶放在第一位 我員工放在第二位 但通過這個事情是真的嗎 尤其是這些那個 級別比較低的 新入職的這些員工 是真的嗎 可能這樣就會讓大家想起 聯想起那個 前段時間 就是上年他們發生的那個 有有有那個阿里的員工 就是啊 在內部月餅搶購 月餅搶購會上 然後自己寫的軟件 多零幾個月餅 就被辭退了 同時 是不是大家也想起來 那個 就是他的阿里的那個 阿里的那個高管 蔣番 就是阿里的合夥人蔣番 他的私生活事件 他跟那個張大義的那件事件 最後怎麼處理呢 蔣番也就是 也就是從那個 不是阿里合夥人了 然後降一級 並沒有說得到 雖然大家那個 雖然大家 一直在討伐他們 並沒有得到 應有的那個 應有大家想到的那些 懲罰或者處分啊 然後有些阿 所以有些員工 就被阿里那個 信心一度跌到谷底 然後說低批碰紅線 低批沒了 高批碰紅線 紅線沒了 我想這句話 大家都知道什麼意思吧 然後阿里呢 對蔣番的處罰是 取消期合夥人身份 既過降級降值下降 並取消上一年 上一財年度的所有獎勵 所以對比 對比月餅事件呢 這些處罰被部分阿里員工認為過輕 也確實過輕 那個這裡有人說那個 有人討論到說這個 阿里的破冰文化 阿里會使用很黃很暴力 很強很持久的激勵 就說他這個阿里以前B2B 一位阿里員工就說 這種文化來源於當年的 B2B的銷售文化 但已經不不再適應現在的阿里了 他說過期的破冰行為 依然在阿里的部分部門存在 但較之前已經大大減少 2017年入職的陶系技術 B系員工等均表示 團結沒有遇到類似行為 他破冰文化呢 在不同的部門差別很大 主要有取決於部分責任人的個人風格 然後一位2020年初加入阿里員工的表示 他和同事在破冰環節被要求捨吻 最後改成純吻 還被要求自爆各種私生活細節 如果不說一個問題8瓶啤酒 在小年會會有各種黃色遊戲 比如說讓你做 比如說讓你讓一個男生做俯卧稱 然後一個女的一個女員工躺在他下面 就這種文化 總之吧這個總之吧 那這件事情就表明了我們那些大企業 你看他他直接員工 直接員工有了25萬人 加上他那個他不是還收購 像大潤發這些的 大潤發本來也就有十幾萬的女員工這樣子 加起來是很大一個很大一個企業 但那企業文化並不完善 然後出了一個這樣的事情沒有人處理 這個是很值得讓人深思和心痛的一件事情 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現在的公司 這將是一件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不單單是說那個你在內部解決了 然後肯定會有 肯定會警察會牽扯進來 然後呢肯定HR迅速就採取行動了